很可愛 威比 你好, 今天五味, 為何只有三味? 是呀, Helen最近很忙 她說在午餐後沒有空給我們吃 Rebecca, 不知道了 那你們三個我幫你買單單吧 好, 謝謝… 對不起… 這次你還以為你不來 我有點猛料, 要爆 什麼料? 今天大龍先生不是叫銀算子上來嗎? 我本來也打算他去問榴槤風水的東西 誰知我送柴進去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震驚接龍三千元光的消息 接龍這幾年的業績雖然不差 不過平穩不利, 沒突破 怎樣才能再闖高峰呢? 接龍本身是一個藏風聚水之地 運勢方面已經不錯了 但要他更上一層樓的話 就必須要上氣 大師, 你說那一套超級英雄片 我也有看過 我說的上氣是上損之氣 是必須要從精選出來的上等人 才可以集結成氣 這樣才對接龍的運勢有幫助 那需要什麼儀式? 你們要找出你們公司 最有貢獻的十位同事出來 然後將他們運在你們公司命脈所在的位置 即是你這個寫字樓的這一層 期間所有人都不得出入 接下來的初一開始 就運了他們七七四十九人 最後加上我的作法加持 這個集氣就完成了 集氣? 嚇死人了嗎? 不用怕, 我們是家屬 自己有… 最多我們答應你, 不會爆出來 不只好說 你答應而已, 這件事這麼爆出來 我怕我忍不住口 不, 我不明白 那困住那十個人怎麼做事? 那當放假? 你別這麼天真 現在要找十個最有貢獻的精英 就是困住他們一起做事 那洗澡呢?公司沒地方睡 十樓也有很多開會的房間 可以改裝做睡房 而且那裡是有洗澡的 真的可以在這裡洗澡 但是一天三餐呢 困住在這裡怎麼吃?自己煮嗎? 不用煮的, 肯定三餐都叫這個 初一咖啡廳吧 其他的同事怎麼樣? 十樓也有十樓困住 其他同事應該可以照常上班 沒有底鍾沒問題 有什麼要溝通的電話或電郵 就是平時這樣 其實大龍山這份人很迷信 時不時都搞些風水的事 阿光, 你做久了, 你就習慣了 其實我們遺忘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什麼? 哪十個呢? 是呀, 你怎麼認識的? 我不知道, 大龍山有沒有說 不過如果中了的話 那就是代表對公司有貢獻 但是就要被公司運一個多月 不中了, 公司不重視你 以後就沒運走 就是中又煩, 不中又煩 很難 李姐姐, 爸爸叫他走 我想應該是談習慶言的事 舅父, 你收封得很快 我只是剛剛看秘密網才知道 我只是剛剛看秘密網才知道 我還看見有人搞了一個排行榜 警察在瑞士, 習慶十人 有沒有我們份? 我只看見李姐姐和歷史 還有其他部門主管, 沒我們份 幸好沒我份 我還約拍戲, 不能找你 這不是幸運 是靠我們用實力累積回來的 多虧我平時偷懶, 吞下坡 你們對公司沒什麼貢獻 我們才不用入選 但這也是傳聞, 未必是真的 你們倆在說什麼八卦的事 是不是在說爸爸叫我選 集氣十人組的事呢? 那傳聞原來是真的 是呀 姐夫怎麼說? 他又沒有詳細說 就是說要找十個對接龍 最有貢獻的員工 說有些很重要的任務交給他們 姐姐, 那你打算選什麼人? 這十個人一定要是接龍的重點員工 而且要有實力 最重要的是對我忠心 我平時做事這麼甩膠, 哪有關我的事 我在背劇本不能入腦 我要回家 我約了Rachel吃飯了 走了, 走, 加油 等等 誰說不關你們的事 相信大家都收到風 知道有集氣營的事 在座各位 都是我千挑萬選出來的十人組 給自己掌聲 大家不用這麼拘謹 我選了你們出來 已經當你們是自己人了 謝謝大小姐你們選我 你做到事, 我一直都知道 我也要謝謝大小姐你選了我和Mary出來 我們以後一定會效忠大小姐你 工業你懂得這麼想 我真的很安慰 舅父, 那是不是我們也要幫我姐姐 幫我姐姐? 海明她平時人員差 坐不夠十個自己人 又不想找外人 所以才找我們坐夠了 聽到了 謝謝 這裡八個人還差兩個 大小姐, 我不妨礙大家開會 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十人小鐘不夠人的話 不如讓我加入 我承諾會對大小姐你一條心 無論是富貴貧窮, 順景逆景 我永遠都不愛你 楊誠米, 你究竟在這裡表示 效忠還是求婚 只有你說的這麼像的結婚誓詞 輝哥, 你千萬別誤會 我一向都當大小姐媽媽般尊敬 剛才我是激動了, 我收回 沒錯, 你看見是八個 但還沒計算人事部的 Helen和財務部的進華 他們因為在辦公室有事做 而未能出席 計算了, 剛好十個 原來救人 不過你怎麼會知道我打電話 我給你們訊息, 不是說了要保密 哪個酒樓風聲 不關他們的事 是剛才我在門口偷聽到 不好意思, 大小姐 大小姐, 我麻煩你走出門前 你把這裡見到的一切人和事 都馬上跟你的大腦之中抹走 要不然就算我是你親生 你也會死得很難看 知道嗎? 我知道了… 夠了 我走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姐, 再見… 還有你們 消息還沒正式公布之前 我麻煩你們不要再洩漏半句 知道… 不知道這個集氣如何 大龍先生這次很厚密 連我也不說 可否還沒落實呢 你們的電話怎麼一起響 對, 剛好 垃圾訊息 大龍先生 知道 大龍先生說有份金件要我打 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糟了, 我們沒事 瞞著Rebecca進了集氣十人組 那這是大小姐落實的訂單 沒辦法了 大龍先生這麼重視這場法事 我們進了一回都是好事 我又有遲點跟Rebecca說, 你說 你出手喝衝刺嗎? 整個字都在… 糟了, 裙姐他們又偷懶 我記得了, 上個星期公司出了記錄 說清潔布今天是培訓日 裙姐他們上午出去, 下午才回來 一個上午沒有人清潔 弄得這麼髒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清潔布這麼重要 沒有他們真的不行 我現在想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小姐十天民間裡面是沒有裙姐他們的 那到時集氣營清空十樓 整個十樓只剩下我們 那誰清潔十樓 提醒啦, 下去打算 這排場位真的是差 不斷在一起肚子 不斷在一起肚子 我不用手 老闆 搞錯了, 阿包才洗完就有力了 今天才是第三天, 何時才是49天 我明明是總監, 為何要做貞傑? 我都不想洗49天洗手間 好啊 不如我們退出吧 好啊 但找什麼理由? 一定要想一個大小姐不能拒絕的理由 是這樣的 接下來我們陳寶圖 替黃老闆宣傳他的芝士蛋卷 他好像預約了下星期 在我們的工作室拍攝產品, 我記得 是…原本是, 不過他昨晚打電話 說他想廣告有活力的照片 改出外景拍攝 他比我們的預算很少, 去哪兒? 大小姐, 他說多給我們錢去澳門 還堅持找我和Mary去 黃先生, 我覺得在工作室拍照 效果很不一般 我們不如去澳門拍吧 你嫌貴嗎?不要緊, 我們會幫你壓低成本 到時我和副總監會親自來的 不用我們?你嫌船票和酒店錢貴嗎? 不要緊, 我們自費 好, 這樣吧, 謝謝, 再見 謝謝, 結束 黃先生那輯照片照片拍照 不過就叫陳寶圖的英俊和龜宿名代替你們 不是, 但黃先生是指定我們兩個去的 是呀, 行了, 我跟他說 你白症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也有十五天大假未清 如果今年不能清就要充公了 我跟人事部說一聲 讓你帶大假落下一年吧 小姐, 其實最近 我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真的想入院做身體檢查 為什麼突然出現這麼多狀況? 你們是不是不想去集氣營? 不是 能夠成為集氣十人組是我們的榮譽 簡直好像中了六級賽一樣 是呀… 你們這十個人的榮單 是我千挑萬選出來的 無論怎樣, 我都不會改 你們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儘管來找我 我一定幫你們拆電 總之, 一定會讓你們入到營 我知道 Hello, YouTube 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 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 這條片, 按下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